天赋可以为所欲为,直到看到这十位球员,榜首被认为下线海军上将,NBA历史上不缺乏天赋出色的球员,但是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为了球星,像罗斯、罗伊等毁于伤病的球星,至少在伤病之前他们绚烂过,取得过自己的成就,但是也有一些天赋异禀的球员进入联盟,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证明自己, 下面就让我们盘点一下没有能成为球星的十大伤重用吧,迈克尔基德基尔克里斯特迈基吉,用领级的防守率领肯塔基大学夺冠,他自己也成为了榜眼球,但是迈基吉的表现距离人们,对他的期望还差得很远,他还只是一个防守者,伤病过多导致他没有太多表现机会,他也不是一个真正高效的球员, 目前六年职业生涯,场均仅有9.1分5.9篮板的数据,与其榜眼球的身份严重不符,而且其投射端的表现简直是灾难,三分球命中率仅有19.4%,上赛季更是干脆直接不出手三分了,一个没有自主进攻能力又没有三分球的球员,在这个时代很难再联盟立足, 塞巴斯蒂安特尔费尔特尔费尔,高中毕业进入联盟,特尔费尔是历史上没有上过大学的,精选秀进入联盟最爱的球员,之所以能被选上,是因为他在进攻端天赋非常高, 但在04年第13顺位被开拓者摘下后,特尔费尔一直没打出在街球场上鱼取鱼球的天赋,而且防守端他是大漏洞,先后十年NBA生涯场均仅有7.4分的贡献,投篮命中率更是不足四成,最终只能流浪海外,埃迪库里埃迪库里有强壮的体格和出色的对抗能力,他在高中阶段,甚至被视为小鲨鱼, 2001年,库里在首轮第四顺位被公牛选中,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在球场两端建立统治力,但是库里并没有成功,他的防守意识,比真正的鲨鱼差太多了,生涯仅有一个赛季场均带帽超过一个,篮板最高的一个赛季也仅有7个,完全不是一个内线球员该有的表现,进攻端最好的一个赛季也仅仅达到19.5分期篮板, 之后变光速陨落,现在看来,将他称作小鲨鱼简直就是对奥尼尔的侮辱,达琉斯·麦尔斯·麦尔斯也是高中直接进入联盟的球员, 他在2000年选秀大会上首轮第三顺位被快船选中,他新秀赛季场均9.4分5.9篮板,1.5封盖,前景十分良好,但是他伤病太多了,从未打出过人们预期的表现, 长相酷刺千克的麦尔斯,被人们看好他会成为下一个加内特,但是他比加内特更瘦弱,对抗能力更是完全跟千克不能相提并论, 在NBA打了7年便消失了,留下场均10.1分4.9篮板的数据,亚当·莫里森·麦克尔乔丹打比赛是一把好手,但是选秀真的是太差了,他认为莫里森是个好苗子, 所以在2006年选秀大会,上在首轮第三顺位将其摘下,莫里森在刚扎加大,学打得确实不错,但是他罹患糖尿病,而且进入NBA后, 他的对抗能力严重不足,赖以成名的投射自然也很难发挥,因此在NBA仅仅打了三个赛季, 场均只能以不足四成命中率拿下7.5分,托马斯·罗宾逊 罗宾逊来自堪萨斯大学,他的球风非常狂野,身体素质出色,人们预期他会成为新的篮下霸主, 国王在2012年选秀大会,上以第五顺位选中了他,结果呢,罗宾逊缺乏纪律性,脾气也很顽固, 他不会跳投,也不想改善自己的篮下脚步,这导致他无法适应现代篮球的要求, 五年NBA生涯换了六支球队,场均仅有4.9分4.8篮板的贡献,上个赛季便离开了联盟, 夸美布朗 布朗拥有成为巨星的一切条件,但是仅限于身体条件,他的技术,心智义及球伤则完全是高中生球员的级别, 2001年,乔丹看到布朗的天赋后,将他选为状元秀,但是布朗的性格问题很明显, 他认为自己被乔丹和科比欺负,但实际上他的黄游手禁不起任何考验, 生涯场均也仅有6.6分5.5篮板的贡献,与状元的身份相去甚远, 布朗也被认为是NBA历史上最水分状元之一,不过还好,现在多了个法内特, 达科米利西奇达科米利西奇,2003年黄金一代,活塞跳过了卡梅罗安东尼选择了米利西奇, 他之后还有克里斯波什、德维恩维德等人,米利西奇曾是一个还可以的大前锋, 但是他并不稳定,而且也缺乏进步,相比起詹姆斯,维德和安东尼一进球队就被当作核心培养, 米利西奇甚至在活塞很难获得出场时间,信心完全被摧毁, 十年职业生涯场均6分4.2篮板,有消息称,米利西奇在转战拳击赛场, 之后发展也并不如意, OJ梅奥OJ梅奥在进入NBA之前,曾被视为全美国最优秀的球员, 他在2008年选秀大会上被森里朗以叹花千选中,随后交易给辉雄, 梅奥的天赋无庸置疑,生涯首个赛季便有场均18.5分,38篮板3.2助攻的数据, 但是之后的梅奥却每况愈下,数据逐年下滑,梅奥的问题是缺乏纪律性, 而且职业道德让人怀疑,梅奥还有克奥的问题,他现在已经不在NBA打球了, 格雷格奥登格雷格奥登奥登刚刚进入联盟时,被视为沙奎尔奥尼尔的接班人, 在NCAA的比赛中,他甚至仅平单,手就打爆了诺阿和霍福德的明星内线组合, 他的体格,臂展,运动能力,技术都非常扎实,2007年选秀,奥登利亚凯文杜兰特成为状元, 他本该带领开拓者走得更远,但是频繁的伤病毁了他的发展。